好,那這裡的話 再來就把那個一樣的方式 把這個Judon代表 把它改成壞回圈 那當然你不是... 我先執行一下 這個應該沒問題 你可以不需要說兩個for回圈同時改 你可以先改J JOK之後呢 再去改I 那改的方式我剛剛講 所以以後你乾脆就是 弄一個SOP 就是三個 那你說老師 老師有那個什麼 布禁值沒有 布禁值沒有沒關係 你自己再把它加進去吧 如果你沒有安全感沒關係 一二三嘛對不對 保證正確 比如說我就加一個d0.1好了 因為如果沒有加 你會覺得好少一個 然後再來的話怎麼樣 先把它Ctrl-1 所以第一個 先讓range這三個都出現 然後在這邊Ctrl-1之後把它註解 在它的下一行加一個while 那while的話就條件嘛 while什麼呢 whileJ有沒有 所以你看它是J嘛 J怎麼樣呢 小於10 冒號 OK 第一個OK了嘛 第二個的話 請你再產生它的初值 那記得縮排位置喔 縮排一定要在while同一階喔 然後J等於1嘛有沒有 就是實際上這個 這個就是把它拿過來 然後在這個while回圈的最下面一行 一般是print的下一行 然後讓它增加 就J等於J加1就可以了 好這樣子就把九者乘法表的版本 J的部分改動了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其實改完之後會有結果一樣嗎 其實沒有不一樣 結果一樣OK 所以三個地方喔 我把它框起來給各位看一下 試一下 所以原來是1、2、3嘛 然後我是先在這邊加一個while J因為它是J 所以1先把這個改一下 2的話呢就是它的初值 這個 3的話呢就是它的不進值 OK 應該一樣吧 沒有不一樣吧 應該很好理解吧 所以以後你說 你要把for回圈改成while回圈 或反之你要把 while回圈改回for回圈的話 我想這種對應關係 你應該就比較清楚了 那只是說啦 當然我們自己看 大概就可以看得出來啦 如果以 嗯 就是以這一題來看喔 其實是真的比較適合用for回圈 應該是無庸置疑了吧 OK 所以你現在應該比較會有判斷回圈的寫作方法的能力了 OK 一樣 假設你說老師那i的話怎麼辦 一樣嘛 一樣這邊加一個d0.1好了 這樣比較保險 好 1、2、3都有了 然後呢 先把它先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這個 然後一樣什麼 在這邊加一個while while什麼了 i當它小於10的時候 然後呢 我再加一個初值 初值的話就是i等於1 有沒有 然後呢 在這個 這個 裡面的 層次最下方 一般習慣我會加在最後一行 就是 它的縮排 你看縮排就知道了 化了個下一切嘛 所以應該到這邊 加一個i等於i加1 這樣就OK了 所以理論上 如果你要把i改成 那個就是快回圈的話 一樣就是這個 第一個嘛 就是把它改成條件 這個的話呢 就是它的初始值 這個的話呢 就是它的步進值 1、2、3 改完之後呢 那最後呢 你們把它run一下 理論上應該這樣OK了 沒有問題 所以最後的話 如果假設啦 你說要把它改成 壞的版本 最後你當然 你確定OK 就可以把4把它delete掉了 所以呢 最後呢 壞的回圈呢 寫完的 長的就像這樣子 不如說 說真的 還是4 剪接很多很多 不過前提是怎麼 前提就是說 你這個是有範圍 1到9 OK 用4比較適合 可是呢 有很多地方 的程式 它其實 並不一定是固定範圍 OK 如果假設不是固定範圍的話 那當然你就不能用4圍圈 比如說呢 後面假設有一題 你們可以思考看看 就是在雲端白板 第三個單元的最下面 比方下面的地方 比如說 我希望各位寫一個 叫猜數字遊戲吧 比如說猜數字遊戲 這個其實 說真的 你就不知道說 對方會猜幾次 才會猜對吧 所以你說 你會猜兩次 你會猜三次 這是假想嘛 可是如果你假設 你猜很多次還猜 那所以呢 猜數字遊戲 它的規則很簡單 就是我先用電腦 亂數產生一個號碼 它的範圍是在1到20之間 OK 然後讓你猜猜看 到底是哪一個 1到20 所以有20種可能性 你亂數猜猜看 那如果猜對的話呢 那恭喜你猜對了 那假設你猜錯喔 因為猜錯是很… 如果假設你不給它提示的話 它要能夠猜對那太難 有點… 這是說亂槍打鳥 所以呢 我們這個程式喔 可以再提示它 如果它猜的數字喔 比亂數還要大的話 你跟它講 太大了 請你小一點 就是可以跟它提醒一下 所以喔 這邊底下有一個 已經寫好了啦 OK 這個是原始版 這個版本 好 就這一段 我們要看一下 28頁 在第三個單頁 第28頁這邊 那這一題的話 當然喔 我們就不太可能 用4圍圈的 為什麼 因為4圍圈的話 就會固定 所以我這個執行 給各位看一下 它亂數產生 所以有一個 我們會需要有一個 Random的一個模組 然後呢 Random裡面有一個方法 就是幫我產生亂數 比如我不知道的話 猜什麼比較好 我隨便猜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 1到20 那當然呢 假設有次數限制的話 比如說我猜10 按Enter 太高了 低一點 所以如果刪去法的話 太高的話 那等於是 10以後都刪掉 包含10 所以1到9嘛 1到9的話 那我猜5 5的話呢 剛好中間嘛 太高了 所以在刪去 只剩1到4 所以現在的話呢 1到4 那我就猜個2好了 1、2、3、4嘛 4個機會 Enter 恭喜答對了 答案是2啦 所以蠻厲害的 猜3次就猜對了 猜3次猜對 其實算蠻厲害的啦 OK 所以呢 這個程式該如何撰寫 顯然呢 如果我們用4回圈的話 應該就沒有辦法了 所以各位可以想 在這邊給各位提示一下 這一題的程式 第一個因為要亂數啦 所以我們會需要用到一個叫 Random的一個模組 因為我們會需要呢 讓電腦隨機抽一個號碼 所以呢 在Random這個模組裡面 它有一個函數 叫做Random Range OK 那Random Range的話 你就可以給它一個Range 這個Range 跟我們前面用Range 滿像的 如果你要產生的是 20 1到20的話 那你就是什麼 1 斗點後面加一個21 意思是停下來的位置 OK 它幫你產生1到20 其中隨便抽一個號碼出來 好 它幫你藏在哪裡 藏在這個RND裡面 OK 然後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再讓使用者去猜猜看 猜完之後的話呢 你就讓它不斷的去猜 直到猜對為止 OK 所以啦 順便講一下 這個時候 第一個一定要畫回圈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最後如果 假設啦 條件什麼情況下呢 讓它可以離開 那就是什麼 當猜的數字 跟亂數相等的時候 所以哦 如果不等的時候 不等於是嗎 金太號等於 不等於的話 那就讓它猜 所以提醒它一下 太高還太低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剛剛的那個 只如何把這個 4回圈 改成壞回圈 就兩題 我們今天就改了兩題 一個是1加到99 這個改成壞回圈 第二的話呢 就是試試看那個什麼 九成法表 把它改成壞回圈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是想想看 因為這個可能今天要講這一題 時間可能不是那麼夠 所以你們不妨也可以想想看 有沒有辦法自己寫一個遊戲 就是讓使用者可以猜數字 1到99的寫法 這個我至少有兩個寫法 一個寫法是原來的寫法 一個是金錢的寫法 那這個之後 我會再跟各位說明 來試一下 작업 cabinet fuse 1 2 2 месте 2 3 3 5 この 3 6 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